网红玻璃糖罩 你给我你嚼嚼 今天我要是做不错 我就用这个 为什么要打我屁股 我上次做那个挑战糖杯 就是因为你那个糖没熬好 所以我才示范 是你那个锅不好 今天我一定能够成功 这一次先用上等的白细砂糖 增加成功率 增加一点点水 人家教程就是说不能太多 说个棒的地方 就这样 好了好了 这次坚决不能用这个勺子去搅拌 因为搅的话 里面就会产生气体 然后就变成了 我们上次失败就是因为它搅动它 行 让那个糖慢慢去熬吧 我们来包那个保鲜膜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 PE保鲜膜 涂第一层 一共需要三层 第二层 包几粒 哇 这包的就非常的完美 丑的很有特色 这个糖已经变黄了 我觉得这次可以成功 然后快速搅拌 降温 来来来 好上来 可以吗 它不会沉下去吧 破了 变成了这一条 有点像那个吃完的苹果蒂 这一波不太重 那我放这边 下去 然后它下过去 应该要凝结 哦 还要掉下去了 你看还直接破那个棒 那糖都凝结了 它还破 不科学啊 这个 我看大家都是用这个保鲜膜 你看 我这一波给它烫破一个洞 怎么又在第二波就失败了呢 我觉得是裹不好 你那个 不是 你这个保鲜膜裹得太薄了 你应该裹多几层 它说三层就好了呀 这人不好 我这都还没用上呢 失败几层都做膜 再搞一次 我觉得换个人来就应该不 就可以了 你让小熊来 它这个膜都没给你包好了 你这个膜包的也不怎么样 你包多几层呢 它说磁颈 我等一下把它磁颈一下 差不多5到10层 10层 这样保证不要换 我觉得那个糖不好 我要换一块 至起码颜色对了 黄黄的 把它磁颈 那花田姐每次动手的时候 就弄个松手吧 你还怪我 你废话别那么多 我糖都快熬好了 我裹得这么紧 这次在失败就不关我的事 哇 大家看我这个糖 终于跟视频里面一样了 是这种黄色 感觉这次会成功 真的成功了吗 哇 可以哦 有点接近 等它凉一点再拿进去 再等一下又沉进去 来 先试一下 稍在这里 它没沉 搞得我好紧张 这次好 这个可以了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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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趁热 把这个压下去 它干了 它干了是不是 干了吗 它干了 我看它干了 怎么办 你看上面怎么也闻了 带走你快看 没眼看 快点来 好像那种刚头的那个 便利你知道吧 明明教程说 简单是不能完成 为什么老卡在这 唐美失败 诶 唐赵 我也是吧 接下来请收看大型外国现场 一定是这个锅不 这个锅一到那个 一定的温度啊 然后它就停了 我们差不多是没有错 就是那个锅不 换掉那个锅 对 把锅换掉 然后跟导演申请 导演 隔点准备去买一个锅 其实只要是买一个锅 最好有火的那一种 哦 有火那种就可以了 是吗 反正它是大火熬 它买一下就成功了 它这个都大度量火 他买到 中文字幕——YK